孙颖莎在被惹怒 连拿四局霸气碾压韩国一姐 现场堪比好莱坞大片 大家好 这里是万体坛 说起近日的国拼运动员 大家都知道已经前往新加坡参加WTT大满贯比赛 本次赛程我们会看到很多熟人 目前小魔王孙颖莎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一 当然孙颖莎的实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外战的实力也是非常厉害 在东京奥运会上孙颖莎更是多次打哭一腾美成 一时间也成为了网友心中的抗日小将 当然孙颖莎不仅仅是外战实力非常的强 就连内战也不在话下 在世界杯比赛中 孙颖莎击败了王一迪夺得女单冠军 至此也拿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首个大赛金牌 至此也正式开启了大满贯之旅 大敌能不能够顶住压力 空短之后 哦 这球拉漏了 张八平之后 孙颖莎是连得三分 从而以4比2战胜了王一迪 也获得了本战乒乓球世界杯总决赛的女子单打冠军 孙颖莎的外战不仅仅是对待一腾美成十分的厉害 就连韩国美女萧球手也不在话下 那么两人之间的实力究竟如何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局比赛中 孙颖莎迎战徐校园 孙颖莎开局就打出4比1的气势 此时的徐校园明显没有进入比赛状态 孙颖莎凭借着先得分的优势将比分拉至7比2 此时的徐校园面对孙颖莎的强势进攻有些吃力 随后孙颖莎速战速决拿到局点以11比2拿下首局 比赛来到第二局 双方竞争异常激烈 孙颖莎延续之前的比赛状态 开局就将比分拉至4比2 此时的徐校园面对孙颖莎铁桶一般的防守也是无计可施 此时比分来到8比3 孙颖莎丝毫没有手软的意思以11比5拿下第二局 大比分为2比0 比赛来到第三局 双方开局就将比分拉至4平 双方在赛场十分的胶着 此时的徐校园面对孙颖莎的主动出击很难防守 孙颖莎反而找到自身的节奏越打越轻松 随后将比分拉至8比4 随后拿到局点以11比5再下一局 大比分为3比0 比赛来到第四局 此时比赛已经进入决胜局 此时的孙颖莎化身小魔王丝毫没有手软的疑似将比分拉至5比2 孙颖莎保持着自身优势来到中局将比分拉至7比3 随后孙颖莎速战速决拿到局点以11比5拿下最后一局比赛 大比分为4比0击败徐校园出局 至此可以看出孙颖莎的实力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每个人都解决了 这就是个人都解决的 我们就在这些约中的角度 我们就在这些约中的市场中的心静 谢谢大家